MING PAO CANADA 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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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喜歡活版印刷這個工藝 所以見到以前舊式的機器 其實在現在還可以用到 還可以印到很漂亮的東西 所以很想用這個工藝 在我們的設計上 它是一個舊式的印刷技術 但是它會有很多限制在裡面 我就會利用這些限制 在我的設計裡面 譬如說它的線條粗幼 或者可能在顏色方面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做 活版印刷 每個顏色我都要做一個印刷版 所以我很喜歡在顏色上 利用可能兩隻顏色 或者三隻顏色去玩在我的設計上 譬如這個香港系列 我就利用了不同時間的香港 反映的顏色 放在我的Postcard上面 譬如是由晚上到下午 或者是早上這個時間 我的顏色是一個很 contrasting color 但是兩隻顏色其實已經可以做到 那種效果是很漂亮的 有時候我又會在印刷上面 會做了一些不同的感覺在上面 譬如這兩張這樣 其實因為我說過我通常用的顏色 可能會在兩隻顏色裡面 或者三隻顏色裡面 你看這個橙色其實我是同一次印出來的 但是我只不過是在其中一個橙色那裡 就是我玩了一點點的效果 令到它出來的效果好像淺了一格的感覺 那變了它又會多一個層次 但是我又可以利用了三隻顏色 就可以做到這個設計 那在顏色方面 我就可以調校到自己喜歡的那個顏色 譬如這些 其實我又輕輕的混了少少螢光色 令到它出來的感覺又會不一樣 這張可能要很近看才看得清楚 但其實它是一張灰色的紙上面 我再印了一個白色在上面 所以變了上面那些一顆粒的米 它就會變成凸出來的感覺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活品印刷 可以玩到的一些小技巧 我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活品印刷的示範 我們平時做活品印刷會先由起稿 我會喜歡用黑色的紙去畫我們的圖 我都帶了一些圖片給大家看到的 這些就是我之前畫的一些圖片的線條 你見到這些圖片 我可以把它變成兩隻顏色的印刷在這張卡上面 我會先畫一些簡單的線條給大家看一下 我平時喜歡用這些手繪的線條 是因為它本身很有手作的感覺和有溫度 這件其實跟Letterpress本身很有相同的特質 所以我會很喜歡用這些線條去做這個圖案 通常我畫了一些圖片之後 我會再用印刷去把它畫出來 其實畫到類似這樣的線條就可以了 平時我都會用iPad去畫一些illustration出來 其實這一個就是我們今次做的這張卡 你見到這個卡我們會畫了兩隻顏色 因為通常我畫完一些圖片之後 我會再放在電腦那裡 然後我就會再在那裡選擇 我想要什麼顏色 還有我會在那裡再構圖 所以你見到其實每一個顏色 我們都要做一個印刷板 在那個時候我就會把這些顏色再分類 我也帶了我們的印刷板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平時我們做印刷板 可以做譬如膠板 或者我們這些金屬板 現在大部分我們都用金屬板 因為其實加板都比較不穩定 那這些就是以前我們會用到的一些木紙粒 或者這些紙粒 都是我們可以用活板印刷可以印出來的東西 那譬如說這個是那些數字 是之前我們會印煙窩 一些跳數字的機 那我也帶了一些我們平時會用到的一些工具 它把鎖匙變成一個鎖 因為我們其實下一個步驟 我們就要把這個印刷板 貼在這個M梯上面 你見 後面這些有洞的就是M梯 這些就是其他用來固定位置的一些鐵條 那我們平時就會用這個鎖 用來鎖了這個板 然後我們也會檢查清楚可能印刷板 會不會有多餘的一些線條 那有時候可能有些多餘的點 我們是不需要的 那我們就會需要用到這個工具去挑走 這樣 那譬如這些工具 現在比較少用一點的工具 因為這些其實是當你做紙粒的時候 可能有需要壓平一點這些紙粒的時候 輕輕地壓下去的 那我們鎖板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會需要用到這些鐵條去做固定的工具 我們會先量好位置 然後我們就會可以貼塊板在這個M梯上面 然後我們就會再用這個鎖放在上面 主要它是鎖到它的板不動的話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做這個調色的部分了 那平時呢 我們就會reference Pantone 它有一個方法 這樣 那我們今天會先混合了一個橙色 那會先拿了少少需要的顏色 然後再慢慢加上去 那你現在看到那個顏色呢 就會接近Pantone這隻顏色的了 那我們下一步就會先加上另一隻藍色 那我們現在會把這個碟上去 混在那裡的物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人塵 我們下的物通常不會一下子下太多 因為由少慢慢加上去 那你做的步驟會不會那麼麻煩 如果當你拿的物太多的話 你要拿走那些物就會很麻煩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會上上那部機上橙色 那我們現在把印刷板鎖在印刷機上 通常我們放印刷板的時候 要打斜的方法 那我先試一張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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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Test Print 那我們呢就可以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再修改 之後我們可以試一張正式的 那你見到每拉一下 它就會將一些物太掃在印刷板那裡 然後當你壓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印在一張紙上面 那所以這一張 因為它就知道 因為比剛才的Test Print厚一點 那所以你看後邊的壓力深一點 那我剛才印了Test Print 那我現在就放另一個印刷板去橙色這部機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試了 那我見到這裏可以再走一走 那它可以再靚一點 那所以我先調一下那個板 那我調完那個板之後 那我調完之後 你看現在這張 它的位置就會再套得更準一點 那我今天呢 就會示範用這部海德寶的封喉照鏡機 做一個印刷的顏面色效果 那我首先呢 就會放些紙下去 測試一下吸力 還有順不順 那這個位置呢 那我張紙是大過這個位置 所以我就要拆了這個部分出來 這個部分呢 就輔助 譬如有些紙細呢 就要這樣推過去 如果張紙大 其實就不需要用它 那我掃一掃雜紙 讓它不要黏在一起 放下來 然後呢 就排過去 那因為張紙呢 那麼厚啊 那我就要調低一點這個角度 讓它容易一點吸到 那經過一些調校 那它現在是 吸紙的情況都順利的 那我托高去 那它就開始下一個步驟了 那我現在呢 首先換了一張炮紙先的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叫做炮紙 那時候師傅呢 都是用這部機來 啤線 啤出來的 那我今天呢 就準備了一塊軟膠魚做底紙 那我底紙的軟硬度呢 就可以影響到它印刷出來的 凹凸感 如果下面的底紙越軟呢 它就可以壓得越深 如果底紙越硬呢 它就可以壓得越淺 那我今天呢 就準備了這個印刷板 就是香港的景色來的 那這個就叫做星板 或者叫電板 因為它有金屬星的物質來做的 回板印刷 那它就可以浮動的印刷面積 譬如呢 我想鬆了它 換到位置呢 那我就逆時針領 這兩個鎖呢 就會鬆了 如果順時針領 它就會緊 如果我想印刷面積小一點呢 那我就可以抽走這些 再放其他東西下去 塞住它 這個X梯下去 然後就可以令印刷面積小一點 放回鎖下去 上次針領就會迫緊 那它就會固定在這裡 那它就用雙面膠指 就貼塊板上去 但是現在將印刷板固定在這個櫃子之後 就可以拿起它 就放到印刷機裡試圖的位置 這樣就嘗試一下印一張 看看壓力如何 那還是很淺的 還沒壓到下去 領這支炮呢 就加深了它的壓力 令它合起來的角度大一點 那都是暫時太淺 看不到的 那因為剛才印刷面積壓力太淺 不夠深 那我就嘗試加一塊厚一點 底子下去 讓它墊高一點 那去到這張呢 就比剛才那張更加清楚了 那我就可以嘗試加密下去 看看它的效果 那我今天上的顏色呢 將會由這邊是黃色 這部分 然後橙色這部分 然後藍色 還有到紫色的 因為它這個是封喉照鏡機 哪知道為了照鏡呢 其實它是將影像鏡像倒轉的 所以我其實如果這裡要黃呢 那我就由這邊是黃開始了 黃、橙、藍、紫 這樣上去才是正確的 那我跟著這裡 它是這一格 是在十一這個位置 那我稍後呢 將它十一位置上黃色 那我大概這個九字 這個位置 是橙色 那我繼續到七字 這個位置是藍色 到五字呢 就是上紫色的 舊色的印刷呢 就會將一些顏料 放在這個位置上 就將一些墨放在這裡 那經過這裡一個個滾龍呢 就將一些墨帶去前面那裡 那因為我今天做過漸變色的效果 所以就不動這部分 那我放回去 那我直接將一些顏料 就加在這個墨圖那裡 那我現在就開機了 那它呢 那它的顏色就會向前面 那我將它的顏色 現在就上了墨圖那裡 去到前面了 那我就將它的印刷板 就裝上去 那些油墨就會滾上去 刷板那裡 那你見到啦 這些其實就踩了下去 就因為那個墨圖壓得太深了 那我就要壓升高一點 那我將多餘的部分呢 那我就先抹去 那我現在調好 那印刷板就上好了 那我嘗試一下印一張 那這一張呢 就是我的絕成品了 那這一張呢 就是我的絕成品了 就不要碰 我就就用到了 泡菜 我覺得